各位有位朋友留言給我 我先讀讀 同時也想請老先生 可否對此事修例事件如何做個收場做個預測 或者試探如何令今日 香港年輕人走出被煽動的情緒 走出通識科教育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去重新正確認識今日的中國和今日的世界環境 多謝各位朋友的留言 他們想叫我做一個預測 這是很難的 我從事政治上的武儀 做了差不多20年 十幾年來 通過各個政治系的大學生 他們就是扮演不同的政治人物 去嘗試預測那個政治將來 這個是一直以來 預測正確是鳳無倫隔 很少很少 我先講講我這個模擬是怎樣 怎樣運行 大家可以多一點的了解 我的模擬通常就是 在各個大學裏面 讀政治系的學生 當然在政治系中有很多東西要讀 其中一個就是國際政治 國際政治裏面 他們需要對世界各國的政治人物有一定的認識 因此我們就會叫學生扮演不同國家的政治人物 而在這個模擬裏面 會製造一個事件出來 例如如果在這段時間 做一個中東的模擬 這樣就很多可能會用 伊朗 挾持英國 郵輪 同時就是作為報復 英國挾持 伊朗郵輪 作為一個 基本的困難 的地方 羅生就扮演英國的政治人物的角色 扮演美國的政治人物的角色 扮演伊朗的政治人物的角色 很可能還要加上 例如 倫國 以色列 或者 中國 俄羅斯 之類的政治人物 於是他們就要對這些政治人物 作一個深入的了解 了解了之後 他們就會在 模擬器裏面 扮演角色 互相角力 想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我們這個模擬 主要就是為學生 他們的政治 學識上面做個基礎 讓他們可以 應用他們在 理論科裏面 那些政治理論 和 反映在政治身上 的 政治 活動 當然有理論和實踐 合在一起 而我們通常會把時間 定在 三個星期之後 原因是為甚麼呢 我們這些模擬通常是行三個星期 所以 當模擬行完之後 其實就回到終點 那個終點就等於起點 因為剛剛就是三個星期之後 我們通常就 看看 在他們的模擬裏面 當那個模擬行完之後 即是說 我舉一個簡單的 實際的例子讓大家容易明白 例如我們 今天 當是 簡單的日子 當是 1月1日 我 也不用三個星期 用四個星期 用一月做單位 於是我們現在 在模擬裏面 當自己是 2月1日 在2月1日 發生 在2月1日之後 互相之間 怎樣角力 但是 現在開始 到 2月份 這四個星期 四個星期之內 所發生的事 就會在 模擬裏面的 歷史 當然 今天 以前發生的事 完全都是歷史 那些 學生 就可以 透過他們 對政治人物的認識 對政治理論的認識 互相角力 達到他們 想要達到的 政治目的 那麼 四個星期之後 去到 2月1日 那個模擬裏就完成了 我們已經 這個模擬的 exercise 這個練習完成了 那麼他們 那個 模擬器入面 走的時間 就變成 2月底了 是吧 而我們 初初叫他們 玩的時候 在2月1日 剛剛接著 在這個模擬的頭 那所以我們通常 那個模擬是比對 差不多可以說 有一個 預測能力 希望有個預測能力 就是預測大約 六個星期左右的事 那我這個 這種模擬我已經 行了 十幾年 也都在各個 不同的大學 有些 澳洲的 有些是美國的 有些是英國的 有些是以色列的 有些是印度的 各個地方的大學 用我們的模擬 他們的政治是一些東西 在 過去的十幾年 而能夠正確地 能夠正確地 預測到 我們三個星期 雖然我們說六個星期 六個星期所發生的事 奉無論國 很少預測準確 沒有 偶爾有一兩次 就是僥倖地 讓學生 讓學生 玩到那個結果 出來 我們在 這個過程 事後檢討方面 發覺 很多時候 這些就是 沒有辦法預測的 原因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政治環境很複雜 而政治人物的 性格 很多時候 我們 沒有辦法 一百分之一百 掌握 所以 政治人物的反應 怎麼反 即 怎麼 對一件事 作出反應 就是 很難很難 預測的 而因為 有太多政治人物在 當你在這個預測的過程中 有一個政治人物的反應 錯了 你會影響整個 預測其他部分 所以就很難 很準確地 預測到 那個事態 是怎麼樣 尤其是一些 短線的預測 短線很難預測 譬如 香港現在 反修例 沒有人可以 預測到 在元朗會發生這樣的事 例如早一日 都沒有人可以預測到 如果可以預測到的話 警方應該 一早已經做了 防疫準備 當然不等於 警方沒有 情報說是 這樣做 而可能 香港的政治人物 選擇 不叫警方去做任何事 都未定 因為在政治上 不做事是一個 一個手段 即是你不反應是一個手段 所以 不排出 但我們在外人 是沒有辦法 真真正正 了解到 當事人 那些政治人物 當時 怎麼想 很多時候 一時間 決定的事 影響以後 很大 所以這個很難很難預測 但是 講完 但是 亦都可以說 長線的預測 比較上 是有 可靠性 什麼叫長線呢 就是一年兩年之內的事 但如果再超過一兩年之內的事 又更難預測 原因 就是 太長線的事 那些政治人物的生涯改變 尤其是在西方政治裏面 那些選舉 是幾年一次 幾年一次 所以很難 那些人呢 就 你 預測 超過一個選舉 週期的 結果 因為 到時 連那個政治人物都變了 所以整個 結果不同 但一兩年之內 當那個 政權 例如 現在澳洲 剛剛 新政府 剛剛 現在準備 剛剛開了 第一次 的國會 差不多 就會比較上 可以準確地 估 未來一兩年 那麼這個政府會做些什麼 這個可以估到出來 容易一點 但是呢 仍然有很多很多變數 另外一個例子 就譬如 就這樣三十年前 在西方 沒有一個 學者 可以 預算到 中國會發展成今天 中國的發展已經是一個破了 世界任何預測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在三十年前預測到 中國會在三十年後 成為世界第二經濟或者第一經濟 這個人 三十年前沒有人看到 個別的人會看到 個別的人會看到 但是個別的人會看到 我認為這是屬於 沒有一個撞彩的形 你沒有一個系統的理論 有沒有一個系統的手法 來預測 這件事 這是很難很難的事 所以這次香港 這個 反修例條例 我猜香港政府 從來都不會想到 一個這麼簡單的 條例修例 會被人 放大成這樣 變成一次 大的 香港的 暴亂 是吧 我想 在 香港政府 完全 在 提出要 修訂這件事 他們是完全 沒有感覺到 有 可能 被人放大 其實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真的有看 這條修訂條例 這條修訂絕對合理 一個 很簡單 很合理的 法律漏洞的保障 主要也有一個 很明顯的起因 就是 有個香港人 在 台灣 謀殺了 他的女朋友 而因為 香港和台灣之間 沒有引導的 慣例 所以 香港政府提出 這個修訂 其實 很合理的 這件事 香港政府提出 也是因為 有一件 謀殺案 出現 這件事也不可以 預測 沒有人可以預測到 幾日 會在 某地有個 謀殺案 可以作為 那個 引點 沒有這些完全 不可以預測 所以 政治這件事 是非常非常難 預測 至於 收尾 很多變數 突然間 現在 元朗那裏有些人 出來 跟白和黑衣人 對抗 特地穿白衣 所以 很明顯 黑白的對壘 反對那邊 黑衣人 說今天星期六 會再去元朗 這件事 變數很大 我們絕對不知道 那些白衣那些 會怎樣反應 這個是我們沒可能知道的 因為 沒有內幕消息 也都不知道 這把黑衣 白衣的背景是什麼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可能警方會掌握一些 線索都未定 但是 線索還線索 那些人的反應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個變數 我們是沒可能知道的 但是如果長遠說 我們說未來 譬如我們想香港好 未來要做些什麼 這樣 就可以提出一些 政策出來 這些政策提出來之後 從實施到執行有效 這裏是說一段頗長的時間 現在我們說 一個差不多 大半個年代的人 要他們改變思想 這是不容易的事 因為 第一就是 你教育這件事是一個 很長期的事 你不可能在短短一段時間 將它改變 這是一個很難很難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 譬如要解決香港的新問題 亦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到 當然有些手段可以即時使到 目前的形勢好一點 但是 要長遠解決的問題 要從它根本開始 就不可以 很快地達到目的 所以現在手上這個問題很大 我的看法 就是說 香港政府其實有幾樣東西要做 第一就是要剔除外國勢力 當你把 支持這班人的資金源 關掉的話 他們就會 因為沒有資金支持 自動會死 所以這是一個最容易做的手法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香港政府應該 想辦法 撤斷 他們的資金源 這就是要留在香港政府實際 去做 他們的 基本的工作 要 配合 香港警察 警察 可能要跟 中央 聯絡 看看怎樣 可以 做到 得到中央的支持 之後做這件事 撤斷的資金源是一個最快 可以即時將現在 香港這個 暴力事件 減低的手法 長遠來說 就要從那個 文教 和媒體上 著手 所以 香港需要 對媒體 做一些 大刀 撥斧的 功夫 立一些法例 就不准他們 煽情 或者是 報道不殺 之類 做一些 類似的 立法 將媒體 帶回去一個 正確的 中立的 地方 我感覺到現在 香港媒體大部分都是偏黃的 所以 我們需要 將這件事 慢慢矯正 另外 教協方面 要做很多功夫 因為 教協現在 完全被黃色滲透 而教協 黃色滲透 是影響教師 所以教師方面 都要做 大部分的工作 要讓教師們 明白 到底 現在的世界環境是怎樣 回頭說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中國會這麼成功 當然很多人嘗試提出各種的理論 中國成功 那個人 譬如 張維惠 以前鄧小平的英文翻譯 現在已經是 中國的一個政治 系的教授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 那些 理論 他提出一大串的 想法 說中國 中國為什麼會成功 各有各 對不對 我自己在幾年前 都曾經有一個講座 說中國為什麼會成功 但我現在都一直都在 在改進 我對這個中國成功的 例子的 的認知 和那個 研究 所以這個 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我開始慢慢 就覺得 現在 中國和西方民主 一個 很大的差異 操略地解釋 為什麼中國會 掘起 中國會掘起 那個 實際的原因 在哪裏 原因就是 我 試試 很操略 這是一個 很大刀闊的 的 想法 就是 一直以來 政治 就好像一個宗教 完全 盲目崇拜 和盲目追 求一些 所謂的 什麽什麽思想 什麽什麽思想 那譬如 毛澤東時期 追 那個 馬克思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 跟著 就 譬如西方 追 那個 基本 資本主義 加上 資本主義 他們基本上 盲目地 追一些 什麽什麽理論 什麽理論 或者什麽 別審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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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義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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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像宗教狂義 那麽 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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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你根本就 不會 是 看到 那件事實際上 的成效 有 定目 而中國 成功 就是在 鄧小平提出 他就說 要 黑貓 白貓 捉到老鼠 的 是 好貓 這個 實踐 這個實踐 以實踐作為 那個 量度政策的基準 這個其實 也都跟這三百年來 在西方 尤其是西方 發起那個科學革命 蓬出一次 一直在科學革命之前 我現在說一下西方這邊 那些人就信 譬如是在 希臘時代 時期 或者羅馬時期 定下來的那些 規律 但是呢 去到大約是 譬如是 加里律 加里律 加里律開始 就可以對這些 這樣的 看法 提出 質疑 譬如 在那個 語作論裏面 他們 西方覺得 那個 圓形是 perfect的 circle perfect 所以呢 雖然他們知道 是 譬如是 由地球中心論 轉移去了 譬如是 太陽中心論 那時候呢 他們仍然相信 地球圍在太陽轉 是一個 perfect circle 是一個 正圓形 但是呢 開始 譬如有 Katala 有一班 那些 觀察家 經文觀察家 就發現 星系的移動 並非 圓形 是 橢圓形 這個已經 離開了 什麼不主意 於是呢 就引致很大的 對那個 原本的 那個思維 那一派的 衝擊 如果 譬如 加里略 如果不是因為 他跟教皇那麼好的話 他可能已經變成 叉燒 叉燒的了 那一套所謂當時有的理論 那當然 今天 還有人還是 相信地球是平的 這個 沒有啊 我不跟 那些人爭辯啊 但是 科學進步就是因為 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呢 當你發覺你的觀察 和你的理論 不相符那時候呢 你就不是修改那個觀察 觀察這個是事實 你改不行的 你只可以修改你的理論 看這個理論到底在哪裡錯了 在哪裡需要做一個調整 才可以解釋到 這個觀察的現象 而當你修改了之後 還要再用同樣的理論 去預測 下一個觀察 有沒有用 這個就是實踐為主 現在中國人自從 鄧小平開放之後 就用了這個 黑貓白貓 這個其實實踐為主 他們叫做 摸著石頭過河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今天不知前面是怎樣的路 只可以探索探索探索 探索怎樣 中國地方大 沒有所謂 找個小地區試試 如果地方 在個小地方 實行得好的 擴大一些 由一個鄉村仔 變成一個省 省之後變成 國家推行 譬如深圳那個經濟特區 一個例子 這個是深圳經濟特區 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 很久之後才有第二個經濟特區 他試過先了 發現深圳怎樣了 現在上海有經濟特區 是不是 有 free trade 的 area 之類 中國就是做一個這樣的方法 就是要用這個方法向前 現在回到香港的問題 就是香港一定要能夠實事求是 搞好民生 要搞好民生 第一要解決的就是現在的高地價政策 但是高地價政策呢 你要解決的問題 就會犧牲了現在已經上了樓的那幫人 的既得利益 所以怎樣在這裏拿個平衡點 這個香港是沒得救的 所以一定要那些建制派 有識之士站出來 拿多一點的議席 可以給政府強力推行有效的政策 這件事也都說回香港市民質素要提高 要香港市民質素要提高 亦都翻轉頭就要搞斷傳媒 如果再被傳媒亂說 一美唱民主好 不唱實展重要 香港沒得救 所以要搞香港政府 第二樣要做的 除了要刪了那個反對派 現在那個水喉之後 還是要改革香港電台 要改革香港電台 要香港電台不要再煽情 亦都要禁止所有的電視台 以新聞作為藉口而去煽情 新聞就是新聞一定要正確 你不正確就不行 言論可以自由 但是就不要只是看平衡 要給有理性那邊大一點的聲音 那就可以可能 可能在未來五至十年 香港會走回上正軌 但現在短線來說 要刪這個 刪這個 現在這班人的 財政來源 怎麼刪這個 我不知 我不敢提及 因為這些手段 是跟政策兩回事 當你有政策之後 怎樣施行下一個手段 就要看 到時 執行方 有 有多著心著意去做 而警察這邊 就要鼓勵士氣 要香港政府要找一些英雄出來 然後掌上這些英雄 我不是說死事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 很多人就說 香港應該要找一個警察 死去做了英雄 我絕對不是這麼說 我意思是 要警察破件案 譬如上星期六 破到那個 爆炸案 把破案這件事 寄一個大功 提出來 讓香港人 認同這個英雄 我不是說要有香港警察犧牲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要香港警察 當他做了一個正確的事 在現在這段時間 做一個正確的事的時候 大力鼓勵他 大力掌上他 讓全國香港知道 香港是重法事 是尊重警察 另外我想香港要成立一個 獄警條例 不要讓人這樣罵警察 罵警察 警察很難受 很難受的 所以 要做這件事 香港有好幾件事要做 做了之後 才有機會看到 這件事慢慢收播 如果現在暫時收了水龍喉 他們沒有錢之後 平靜下來之後 以後還有大把手腳要執 因為這件事 其實五年前 佔足已經是醞釀了的 五年前佔中 那時的手腳收得不好 沒有刪到好的水龍喉 所以現在生了水龍喉 可能會暫時有少許的效果 但是水龍喉 會在其他方面流入 所以一定要看得緊 看得緊之後就有價格 這是我的少許意見 不知道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我對或者不對 請留言 大家聊聊聊聊 無所謂 拜拜 拜拜 拜託